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無常聖聖微妙伯 不絕萬劫難遭遇 無盡絕吻得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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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介紹講《長武漢游行經》 《長武漢游行經》 我們講的是釋迦牟尼法聚合一年 《嘎吻游行經》 聚合了大道佛陀魅伯尼法聚合 在紀念一年的世界 所以《游行經》 總共是《長武漢》這種 比較長的一部經 《長武漢》裡面的經 《長武漢經》有好多經 《游行經》是比較長的一部 這種的一分 講的內容很多 我們經歷吃到講《長武漢經》 強調 今天講的兩個主持 第一個就是不斷強調 我們修下法法的人 對持戒 修定 下智慧非常重要 我們平常講 不斷強調 修行有很多種範文 很多種範文 把它規律制裏不出善中 就是戒定徽 所以我們修下戒定徽叫做善霞 就是我們一個佛教徒 出教 再教所有的佛教徒 下佛蓋 就像三個地方去下歇 其一個就是下歇癡間 其二呢 下歇 修群丁 其三呢 修下智慧 所以我們很多範文 都不出這個戒定徽善中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修行的方法很多 比如說你逆佛 逆佛蓋就是說你一行分路 可能修定方面比較多 比如說我們平常常讀或讀經 讀經是譬如智慧方面 也可以包括智慧方面 丁方面 比如說我們讀經 你修有安定身心 這個譬如丁 同時這個經裡面這個意識 你修有安定身心 就是修下智慧 就是修下智慧 所以我們修行很多種方法 就是把它規律性 不去戒定徽善中 所以後來很多祖師寫經 就是修下智慧 就是修下智慧 就是戒慧 就是戒慧 叫做戒慧 叫做戒慧 所以這一次佛徒 最後靈在美鳳子前 才是從武館門級 對比重來我們修下 GB科教徒 就要強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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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講說這善中幽默了,叫做善無漏相。 你能夠持結、修定、求智慧, 你就可以去除煩惱,得到解脫。 所以叫善無漏相。 我們現在看這一棟經文。 二十四卷為主大宗,說結、定、徽。 修結合定,得到解脫。 修定合知,得到古墨。 修習行經,得等解脫。 經於閃漏。 要漏有漏無明漏。 已得解脫。 勝解脫之。 勝時已經分恨疑慮。 修造一般不受厚有。 這段經文非常緊要。 詩卷為大宗,當時所謂的大宗, 更需佛附身邊的鼻丘。 對於大宗是指的高位很多的鼻丘。 佛附從鼻丘去講, 我們有佛附去說, 戒修、定修、徽修。 在陝修方面就是修西。 下面講,修結合定。 我們知道, 戒、定、徽修。 這個閃漏。 它是不同的形勢。 例如,修繫之間, 從而培養我們出教教。 培養一種多德的基本。 為什麼修階可以合定? 這個意思呢? 階暇與定暇。 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方法。 但是它互相有关系 修戒就是说我们修行 修词戒 你可以喝到镇定 你讲说没有 就是说 我们只有这个 持戒 你讲说不是持戒正戒 所以你得的清戒也不是正戒 或者说你没有持戒 你没有一个人等于没有平等 你从一得到这个戒戒 这个戒戒 这个戒戒 不是正戒 所以你要修这个正戒 这个戒戒一定要从持戒 就是说你这个道戒 人的平等要有满 你以后修的这个戒戒就是正戒 所以假如不是正戒 你可能是得了一堆清戒 你可能是先戒戒 所以讲我们这个修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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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就是很大的利益 你比如说一个人多得很幽默 这个身性非常安定 这是一种很大的古波 就是佛波了 下面一句 修定和慧 我们要得到这个真正的智慧 你要从这个正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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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容易开发 所以一定要有正定 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心境非常平静 没有烦恼 你这个智慧才能开发出来 你比如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你要经常地慢慢思考 你这样就是你度考虑 你讲说我们身心不安 你好的智慧不够勇猛 所以讲修定可以好的智慧 所以这个戒丁会就互相有关系 我们因为能够吃戒道德有貌 以后能够进一步修清丁 这个清丁由政戒来复制 这个特地是正丁 你有了正丁 身心非常安静 这个时刻很沉浸 可以获得这个智慧 获得这个正智慧 所以这个讲 修丁可以获得智慧 这样也可以获得大古堡 就是从修清丁 从清丁之中可以获得这个正智慧 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下面一句 修自行经的等解脱 我们修下智慧 戒丁会 戒下 定下 会下 你有了这个正智慧 得到正智慧 你可以得到等解脱 这个等什么意思呢 等是温存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叫等解脱 等智慧 我们修这个智慧 所以可以获得心啊 能够清净下来 没有智慧的人啊 这个 对实力不明白 而且无名烦恼很多 心就不能清净 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个旅行的清净啊 一定要有智慧 最后 最后你要获得解脱 最后你要获得解脱 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静遣体秘 Juliet 谨避前提 修进行环氣 即使说我们修上情 setting 裙下cz解 修下清定 修下这个智慧 是善中幽默 你可以解脱我们种种焕虑 也可以解脱我们种种的烘恼 这个烘恼 sterации 漏是什麼意思呢,就等於我們這個,漏就是我們這個聖性,有很多煩惱不幽默的地方。 就等於我們這個方子這樣頂,你這個方子撲咎了,槍斃了,熬頂了都不好,一定會漏魚。 假如我們這個平常,我們這個惡意很多,煩惱很多,就等於一個撲沛的房子這樣,很多的煩惱。 所以我們學校界定會,可以去除這個散樓。 這個散樓就是講,有樓,有樓,無名樓。 有樓,有樓,有樓就是我們這個平常的人,不正當地有樓。 不妨講,我們這個煩惱,是從主樓而來,你其實有種種的這個欲求,不正當地去求,希望好得。 你這個不正當地有樓,煩惱。 你比如我們天明天地,天邪惟,這都屬於天秋。 你天秋堵了,煩惱也就堵。 就像個房子一樣的撲咎了,不能放風雲一樣。 所以這個散樓,幼樓,是指的欲求的煩惱。 不就像有三節。 欲求,十節,無色節。 幼樓,特別是我們人家的,幼樓,種種的煩惱。 這叫做幼樓。 幼樓,幼樓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無色節的煩惱。 我們說,人生在這個梯上。 做佛法講,梯上尋有很大的佛寶。 壽命很長。 但是它也不幽默。 當我們這個佛寶經了,你會堵落下來。 所以世界,無色節,也是不幽默。 凡是在這個仙界之旅。 所以有,就是有色節的路,有無色節的路, 但有欲節的路更多了。 無明樓。 無明就指的是我們種種的一切的煩惱。 特別是這個仙界的無恥。 我們不就要講坦誠痴。 眾生。 在仙界之中,最大的樓,就是我們仙界的眾生。 就是煩惱樓。 煩惱就是無明。 所以叫無明樓。 這個無明樓,特別是我們眾生的煩惱。 所謂善惡,就是這個,有樓,有樓,無明樓。 在仙界之中。 前面講,我們修下戒定徽。 戒下,定下,徽下。 你這仙中,你能修行呢? 就可以去除我們仙樓。 就是有樓,有樓,無明樓。 你講說這仙中煩惱都去除了。 下面講,一得解脫,就可以得到解脫。 我們不能解脫,就是因為我們眾生在仙界之中, 有樓樓,有樓,無明樓。 在仙中的修下戒定徽能夠去除了,就可以得到解脫。 解脫,要得解脫之。 我們為什麼會解脫呢? 因為你有解脫的這個智慧。 就是說,修下戒定徽了。 當我們仙樓能夠解脫了,得到解脫。 解脫,因為有解脫之,能夠得到解脫。 當你溫泉解脫了, 所以佛教講,就是處理仙界,處理欲界,十界,無色界。 所以這四個,叫做, 省事已定,百分一律, 塑造一半,不受厚有。 這四個。 這四個,我們到這個附近裡面, 常常在這個附近裡,特別到居後了, 叫做我們以佛法修行,就可以得解脫。 解脫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省事已定。 就是說,我們從修下戒定徽,取出陷路。 陷路取出了解脫。 我們這四個,就是省事已經解脫了。 就是說,你省事解脫了, 就不會接觸到這個勇界世界,無色界了, 也就是穷離陷界了。 所以省事已定。 凡寒於利,就是聖賊, 比如說,乌勒漢,庇治佛,福古。 例如这三种境界都解脱了 为什么会解脱呢? 他手下的凡痕 凡痕就是清净的行为 清净好的 已经激励了 例如一个人道德 人格幽默了 佛教叫做清净的凡痕 就是清净的行为 我们众生因为行为不清净 所以有烦恼 所以凡痕以内 俗造一般不受厚有 俗造一般就是说我们修下佛法 我们修下佛法已经完全具足了 比如说顿烦恼 生智慧 所有的一切功德 就是戒定会都修下幽默了 或者修下八成道都幽默了 叫做俗造一般 不受厚有奖励 不受厚有奖励 不会在三界这种 有限世界无限制度 轮回了 就是生死无穷解脱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佛陀在《常无寒经》这种 奖励戒定会 但佛陀一生奖励戒定会的地方很多 但是这一次 这个地方奖励就等于释迦摩尼佛卡 拎着每分之中 再强调 我们修下佛法的人 特别当时佛陀生病的比丘们 所以佛陀讲 你们要修下 在无露下 就是定下 戒下 会下 下面一条 就是四大教派 这四种教派 这四种教派 是修队 或者核队 佛法正强不正强 我们平常 我们中国都知道 平常讲佛陀讲 就是采派音 就是说佛陀正强不正强 用什么表情去碰断 为什么叫险派音 为什么叫险派音 就是由陷众 翻音 就表示这个 你比如说我们出拱温 或者正式大的事情 盖这个音章 你比如说古典皇子 用这个玉石要盖章 巩固存国的人民 政府这个重要的机关 什么文件了 要巩固人民了 要改章 表示这个 所以佛陀就有险派音 就是我们听了佛陀 听了病人所讲的 你听了以后啊 你要思考 你这个道理 对不对 他就是说 一定有表原的衡量 佛教授就叫做采派音 采派音 我们平常一讲的就是 足形无常 足外物 密碰基经 这是印证佛法的 正确不正确 一个标准 现在讲的这个四大教派呢 我们大肠佛法之中啊 很少吃到这个四大教派 这个是南宗上周部 特别吃出那里 就是四大教派 所以这个四大教派呢 就是 来印证这个法派的 一种 它的 标准 或者证据 你这个证据 正确不正确 你比如说我们 有一个事故发生了 你一定以具 震荡的 这个法派音来碰断 所以这个四大教派 是核对正派 胜利 这四大指标 就是佛陀心的 这个 《长武汉经》这种啊 讲的这个四大教派 他可以核对正派 他可以核对正派 因为每一个人讲经 好在说 很多人的讲经都说 我讲的法是正确的 是不是正确呢 就是我们听了以后 你要拿什么表人来衡量 所以人家这个就是核对正派 胜利 就是佛陀之中的这个 建立 对于这个 互不互犯 互不互犯 互不互这个 佛陀的这个 建立的这个 律用 所以四大概括就是 核对正派 或胜犯力的 四种标准 好在四大指标 这个四大指标 说的四大 就是律用是一样的 但是对象不同 就是我们听闻不发了 你比如说 我们讲说 比如说这个性感深厚的人 你在年轻无法 你以前 倾重和温 有一个指标 特别从佛听闻 你比如说 神力外母亲的 家有五男 种种七二八五十人居 亲自听佛叔叔 佛讲啊 就是佛叔叔的话 你也要思考 这个道理对不对 以后你才能神经 你听了以后 你也不能说 居住不信 你不信 你也要不要毁谤 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道理以后 要经过这只思考 就是他这个有四大标准 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四大教派 之一段 之一个 我们讲了 景闻是一样的 之二 之前 之四 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对象不同 之一个是请从佛温 第二个是从上祖长老鼻丘 赌闻鼻丘 或者有这个不叫这种 很有声望的 有道德的人 俗讲的这个经 之前呢 至现在四大教派呢 是从横渡鼻丘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 有七百位鼻丘鼻丘 鼻丘 俗讲的 甚至于一个大的句子来讲的 你要听了以后啊 你也不要不信 你也不要毁谤 要自自去用心去思考 这个道理对不对 这四大教派呢 这讲的什么呢 没有智慧请从佛温 也没有智慧听读文比丘 有智慧的比丘讲 也没有智慧听韩读比丘讲 有的是听一位比丘讲 我们修教法法特别有的人清净 明示不读 他这清净一位法师 讲的这一位法师 讲的一位法师 是真详的单约可行 所以我们听了一个 不管你从哪里听得来 你一定要去 不要否定 我不行 要不要毁谤 你要慢慢去思考 查这个经文 去查根据 这个道理合不合 以后你再升行 他意思是这样 所以四大教派就是 从四种讲法的人 不同的对象而讲的 所以我们讲一个 就等于讲了四个 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 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 不过主比丘 当于如胆说 四道教法 自听自听信使念之 主比丘 有文言诗卷 又又又闻 又闻 乎等为时 乃由比丘 扎如是言 祖先 无欲比唇 比诚 比针 比钩 共成佛文 共受释教 从此温热 不应不信 一百英镑 当于祖境 推辞许色 以利以法求之本目 要此俗言 非经非利非法 当于理言 不信 不信 如妙授 要 所以在乎 无意足尽 以利以法 如行所言 欲法相为 行事 如马受词 马为人说 当 俗国 如行所言 如行所言 寻言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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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行所言 所以在乎 无意足尽 以利以法 如行所言 予法相应 现在 如当 赦士 广为人俗 圣满俊慑 此为之一大教派也 他这个《南千多》主要是讲的 我们听见文法 甚至于你请从佛闻 请自从佛闻的听到的话 一听了以后 一定要经过自治的思维 以后这个道理 语境 语力 语法 能相应不相应 就是呼不呼 假如这个道理 语境 语法 语力 相应的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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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不思理了 你要说明 这个不是佛说的 这个道理不正差 他大概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 佛国祖比丘 佛国祖比丘 当时住下的许佛都生病 比丘我们讲 佛国祖比丘 当于如人说四大教派 我们碰出这个经理 这个道理正差不正差 自听 自听 你们要好好地听 所谓自听 自听 听到以后要好好地思维 失恋 失恋就是好好地思维了 诸余求言 诸余求 即对佛说 唯言诗卷又妖妖闻 就是我们悠意听佛所说 是这样 希望失恋为我们的说 忽畏为师 那四大教派是哪四种呢 佛徒就说 要由比丘如是也 假如说 由比丘们这样讲 讲什么呢 诸余 诸余 诸余就是高位当时 诸余求的 高位比丘了 也就是当时的众人了 吾语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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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佛徒这世 苏法四十五年 很多地方苏法 所以有的是不同的群 有的是不同的城市 有的是不同的国家 因为佛徒这世的印度 还是没有统一 所以很多大小国家 就是说 是说 这就是轻生的意思 无轻生重复挺闻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 共存佛闻 共受是叫 我请之听到佛徒 说这个佛 说这个教派 从此闻嘴 不应不行 我们听了佛徒以后 现在只要讲的是 重复挺闻 就是我们从挺闻了以后 不应不行 你不要听了以后 说我不行 掌握 他们又思考了 就说我不行 意义不应回 你听了以后 因为你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当于诸景 退迟许色 所以我们听了以后 就是重复挺闻 也是这样 听了以后 你应当要自己死过 慢慢退离 这个退离 以后 诸景 就是以佛 故去所说的 这个经 退迟许色 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是正理 还是不实在理 以内 以法 九字本目 你要 就是听了佛法以后 你要思考 要依据 从前佛徒所讲的这个经论 一句经 一句礼 一句饭 一句饭 就是本目 本目就是要求目的思考 就是从本到目 就是这个经从头到尾 有这个意思 这是属于非经 假之说 你听了这个以后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与景点不合 所以这个 属于非经 就是不合这个景点的道理 非理也不合理犯 非犯也不合正犯 当于毕竟 你就要经过思考 恰实知道了 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这时候 就要 从那个 就是要 纠正 佛不说词 你这个道理 不合正 不合理 不合犯 没有这样讲 是意思就是这样 如描寿 你是不是这个听错了 属于在乎 我以主经主力以法 以内以法 如先所言 以法相悯 我依据这个 各种佛经 或者说内 或者不合的正法 你先讲的这是道理 我们要 于法相悯 就是不合这个不合 于道理 违离 行是荣霸兽子 这种不合经理的 你不要接受 也不要为人说 应当骇取 这个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听了以后 经过思考 这种不合经 不合理 不合法 你就不要接受 应当要摄取 那是属于 已经以内以法者 假如你听了以后 经过思考 知道这个是 道理 与经相合 与力相合 相应 与法相应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与这个分合相应 就是这个道理 与这个分合相应的 其实是无党守之 因为这个道理是对立 所以你应当接受 受持 广为人说 就是为众人 兇说 甚至不要丢致 就是你听了好的道理 应当向众人 要去休养 不要放弃 只为自己交叛 这一道经文 讲的是 我们听经文法 如果有几用 是请从佛文 请之从佛 听到以后 但是听到以后 你还是要思维 经过学文字 下面呢 耳自思 就是说 自耳教法 自善教法 自思教法 道理是一样的 清清明词不同 我们讲一段就差不多了 佛此 彼求早如是言 无欲彼准彼成彼告 呼呼众神 读文 细究 这是自耳教法 前面之一教法 是请从佛文 现在是从什么人听到佛法的道理呢 呼呼众神 就是从这个省团 比如说一个省团 省团有大有小 很小的省团 这有一位南威出家人 大距省团有十千 这个省团巨大量 比如我们从佛经那 到佛教师的地方 保护 从佛教堂 叫做南南图大侠。 当时这个南南图是比丘的多少人呢? 也就是说这个大侠里面多少人呢? 有一万比丘。 你比如说我去泰国多数, 在那个祖地福祉里面, 有六把比丘。 和从前在大陆上, 在宝瓦尔山, 都是四五把的比丘。 这比较大的事。 这一种就等于呼呼圣众, 就是一个很大的圣众, 大家住在一起修校伏伐。 所以我们这个廷门伏伐, 是从呼呼众生, 就是从横渡出家人, 住在一起的廷门伏伏。 或者从独闻。 独闻就是一种, 就是白侠独闻的过程。 你比如说像五年俊哲, 西里佛俊哲, 他们特别有智慧, 记忆力又强, 所谓叫做独闻比丘。 西里佛俊哲, 就是佛教之中, 有逗亡的长老, 就是大的高层。 从这个县方面听到佛范。 同样的, 你从这个县中听到佛范, 你凡事要自知思考, 道理, 忽敬, 忽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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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烦。 忽烦。 自善十大教会呢, 就是冲很多比丘, 这就是比丘能够吃饭, 能够吃泪, 能够以泪于而行泪, 出家比丘, 所以它就包括三种 就是很多吃饭的比丘 或者吃你的比丘 或者吃你的比丘 这三种人听了你的话 你听了以后 要一直去以精 以力 以饭 去思考 讲这个道理 合不合复合 与精能 能相应不相应 如果相应了 我们就受止 如果不相应了 我们就不要接受 这四种 一比丘吃饭吃内饭吃内饭 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知识 比如说在美国 我们有很多学校人 或者叫偶迷 尽道上只有一个比丘 一位比丘是饭 你同样的听了以后 你要不要上来去完全接受 或者不接受来去毁谤 你一定要经过思考 这个道理对不对 所以讲的这个道理 互净 互利 互犯 我才接受 如果不互净 不互利 不互犯 我就不要接受 同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讲 佛陀就是很慈悲 就是说佛陀讲要密碰以后 你们密碰以后了 你们讲的从很多地方去挺文不饭 但你从不挺文是不可能的 就都没可能 只有从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大的神徒之中 很多比丘 或者多文贼 多文比丘 或者这个长老上诸 或者说有很多比丘 能够吃饭吃力 以力而行力 这是比丘 或者说在特殊的地方 这有一两位比丘 一位比丘 他说饭 假如这比丘 他能吃力 吃饭 以力而行力 你从这个日子往听到来以后 同样的 你要经过自己的思考 这个道理对不对 会不会紧嫩 会不会利 会不会犯 这样子就思考 如果是对的 我们接受 不对的 你不要接受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下面的这个井门 是同志于一顿一样 我们就不要讲 下面有个图 我们看 因为佛图 居合以内 是从这个汪水城出发 到居合到居指南 这一顿路 到现在的我们这个大致上称量 大概有五六百公里 路还蛮长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 这个已经老了 白色虚了 神积也不好 这路上要安居 要寄近 很多人不同 佛图书的这个 现在书的这个界定会 我们修下界定会 这个佛图所讲的四大教法 在什么地方讲的 我们看那个图 这个图太小了 佛图已经走到 大概走了一大部分以上的路了 大概是 好像是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 快到橘子拿了 快到橘子拿了 不涌了 看这个图讲到这个 因为这橘子这样讲的 我们有图表示佛图正式讲解 这道理是什么地方讲的 这个图太公传过了 我们知道就是佛图 从王学生出发 已经经过新路 总共大概有二十几个重要的据点 已经到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这个据点就讲了 我们看这个 你讲的都是佛经 他这个说明 佛图在什么地方讲 什么地方讲的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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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